上海律師、公民記者張展 因在疫情初期到武漢實地報導疫情真相 遭中共判刑入獄 日前 他獲得了美國人權組織 對華援助協會頒發的2020年度臨昭自由獎 對華援助協會5月14號稱 在中共病毒疫情肆虐之際 示人士病毒唯恐避之不及 張展逆向而行 奔赴武漢市拍攝自己所欠所聞 向世界展示疫情爆發初期的真實情況 張展因此被中共判刑4年 但張展對疫情受害者的關愛 對中共強權的無畏精神令全世界感動 對華援助協會領昭自由獎評委會一致通過 將2020年度領昭自由獎授予張展 頒獎典禮擬定於今年秋天在美國華盛頓舉行 大陸民眾稱讚張展精神可嘉 獲領昭自由獎當之無愧 他在所作所為 他的大膽敢言 確實他是當之無愧的 他說這些獎 他報導內容 正好也就是全世界最主目最關注的 也是給人類近些年造成最大災難武漢疫情 他牽扯全人類的安危 2019年底 武漢爆發疫情後 中共打壓講真話的醫生和網民 謊稱疫情可防可控 不會人傳人 導致疫情蔓延到全世界 至少已造成1.6億多人染疫 339萬多人死亡 張展在疫情肆虐期間前往武漢拍攝現場情況 發表在社交平臺 2020年5月 張展被當局抓捕 12月底被以尋釁滋事罪判刑4年 5月3號 比利時自由大學 也向張展頒發了言論自由榮譽獎 對華援助協會批評中共當局 對張展的任意抓捕、酷刑 和林昭市的可恥庭審 並喪心病狂的眾判張展4年徒刑 是中共持續掩蓋疫情罪行的延伸 新唐人記者一如李韻、黃宇寧採訪報導